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的铁墙是我的家 我的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它的特征 勤肯把我们带到一片枸杞园里 远远看的话 这个明镜与点栏目的树的颜色明显要深绿色 叶脉比较清晰 叶片宽荡 果汁特别长 可以达到一米 结果汁 全部为荡年生枝条 灰白色 粗而且长 柔韧性好 弯曲下盘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通过虫梅和蜂梅实现自花授粉做果 我们远观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说 这个明镜与点栏目的花边是白的 从花灌的背面有一条脉线 而我们的一号的话通常是三条 完全成熟的时候 果实先红色 果饼变成橘黄色 轻果的果尖比较顿 它是个六素以上的一个鞋 宁极一号的话是 先是一个洞瓶 然后是一个极尖 成熟果实的话 宁极七号的话 它果实尽管是比宁极一号大了 但是感觉短一点 比较顿比较圆 产量最高的成龄树是什么样呢 勤肯带着我们参观了 中宁县科技示范户 张伟忠的宁极七号枸杞园 园子里果实累累 果汁分布均匀 错落有致 图乎图光三层路 有效封缠沙坛图 这个树形有高一点 图乎图光 那个桥都有断桥 断桥也好 这个桥桃子 果子端了 这就是沙坛图 它培养的树形围 三层楼树形 通风又透光 所以风产 了解了宁起七号的风产树形 接下来来看看如何才能培育出三层楼风产树形 要想培育出三层楼风产树形 咱们还得从定值开始说 种植树形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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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形 开学身40厘米 定制当年需要施农家有机肥 每亩400至500千克 分别在定制和入冬前食入 食用化肥总量 每亩93.5千克 分别为 尿素28.2千克 过磷酸钙55千克 硫酸钾10.3千克 定制的时候应该是多少肥料呢 每亩地食农家有机肥 200千克 尿素8.4千克 过磷酸钙11千克 硫酸钾2.0千克 栽苗要注意一下 你记号的话 现在目前市场上主要用的嫩质千山苗 嫩质千山苗的话 定制的时候不宜过深 有一个提塌过程以后 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的这个桩头 千叉这个 插碎这个位置 一定要露出 这样定制的话 成活率会很高 宁起七号自焦亲和力强 单一品种建源 方便管理 株距为一米 行距为三米 每亩220株 定制后七到十天 浇一次水 到一个月左右 叶片枝条都长出来了 请看总结说 定制当年以培养第一层树冠为主 出产结果为辅 抓好四个重点 哪四个重点呢 我们去看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 设立主干支撑棍 摘心定干 那之前呢 它比较迁徙 我们就一定要设立主干支撑棍 然后对当年的苗 进行一次绑扶 这样 它们就会乖乖的直立往上涨了 当高度达到60厘米以上了 在60厘米处摘心 确定主干高度 叫做摘心定干 让它在检口附近多发测枝 请看说 在离地面40至60厘米之间 有一个分支带 培养第一层楼的主支 主干上40厘米高以下 萌生的根镍 侧牙 必须把它们统统剪掉 在分支带内保留健壮的 分布均匀的枝条 培养为主支 生长期 以支抹牙 让营养供应 主干和主支 让它们长得粗壮一些 第二个重点是 定制当年培养第一层楼树冠 请可介绍说 当年夏季摘心很关键 定制当年修剪 从6月份开始 选留5到7个支条做主支 趁早摘心 错过了摘心的主支 再去主干12至15厘米处短节 10至15天以后 主支的检口以下生长的一级侧支 也进行摘心或者短节 当年幼树开花结果 时间要比第二年以上的树晚一个月 7、8月花果期怎么修剪呢 请可告诉我们 主要输出没有花果的土长支 密集的结果支 在主支上留3到5个校状的测试 测试上有结果支 定制当年 测试和结果支都挂过 离检口近的结果支 将培养成为二级测试 秋季第一层树冠 基本成型 这样的结果 离不开水和肥 定制当年幼树生长期5至9月 每个月浇一次水 在中耕翻圆 确保土壤有良好的通透性 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 定制当年幼树 要追适好三次肥 是什么肥呢 如何把握呢 请肯让我们请教土肥研究专家 这样比较准确 对于民企七号这个新品种来说呢 伊林树主要是构建它的一个树体 夏季呢 追适一些尿素 磷酸二氨等这些 就是说是化肥 主要是为了它树体长个子 就是树体能成型 快点生长 秋季施肥呢 主要是以有机肥为主 代国理助理研究员告诉我们 根据宁起七号生长要求 定制当年追适两次化肥 五月份追第一次肥 学施 每亩尿素5.6千克 过磷酸钙16.5千克 硫酸钾3.1千克 离根部稍远些施肥 避免伤到根系 这次追肥主要促使主干和主脂粗度增加 到八月份 要进行第二次追肥 化肥的种类和数量与第一次追肥的量一样 让幼树主干和主脂粗度增加 促使秋梢的生长 到了柴果后的十月下旬 那时候需要营养恢复树式 再施第三次肥 叫做秋施鸡肥 每亩施农家有机肥300千克 尿素的用量8.4千克 锅磷酸钙为11千克 毒酸钾为2千克 让它们冬季慢慢吸收 壮实直干 休眠期到来时 浇一次风冻水 保证良好的伤情 我们的记者发现了异常情况 秦老师 我问你一下 咱们这个叶片上 有很多包在叶片上布满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种虫害 枸杞隐满 就像我们人脸上的一些满一样 尽管肉眼看不到 但它确实存在 在一些大生长量的品种里头 比如人鸡旗号 比较容易看到这种现象 拧起其好生长量大 给银满更多入侵的机会 危害较重 所以勤肯说 第四个重点是 防治病虫的危害 银满在入侵叶片 嫩烧 被害部位除缩 形成紫色或黄色 病状虫影 不能生长 在定制当年 及以后的栽培管理剂 都会发生 每年五六月份 和八九月份 是他们危害的高峰期 一七号在剪接之后 它营养生长还在持续进行的时候 就是这条在持续往前抽 抽身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对这个 营满而进行防治 快速防治法有两个 第一 化学防治 用微喷法 喷失45%硫磺胶玄剂 200-300杯液 每10-15天 喷失一次 共喷两到三次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第二 物理防治 对受害重的枝条 直接剪除 让它重新再长新枝条 定制当年 还要注意防治牙虫 当年幼树七月初开花 三到五天花蟹 解除青绿的果子 到成熟采摘需要35-40天 当果实的肉质增厚 果体变软 色泽鲜红 表面光亮 就可以采摘了 亲肯说 定制当年 采果期从八月中下旬 到十月中旬 七至九天采摘一次 当年的母产量为 十五至二十七千克 亲肯告诉我们 定制后第二到四年 宁起七号便进入到了增产阶段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在这一时期同时进行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第一要完成树形的培育 第二要提高产量 在管理上可以围绕 下面六个重点进行 第一大重点 第二年培育出第二层树冠 树形培育是第二到四年的重中之重 它直接关系到宁起七号日后的产量 第二年萌芽前 宁起七号遵循 树结二字法 进行休眠期修剪 树就是剪出第一层楼上的密集枝 弱枝 干枝 结就是对留下的侧枝 去年的结果枝 全部在十到十二厘米处短节 第二年五月初 长出的侧枝 都在十二至十五厘米处 短节顶梢 让它生长更多结果枝 在第一层楼树冠的中央 选留一个强壮的直立向上的土长枝 在距离第一层四十厘米左右打顶 培养它成为中心干 欣肯告诉我们 七月份 要输出第一层密集的结果枝条 输出中心干上高度低于四十厘米的枝条 选留第二层树冠上四到五个组织 第二年入冬前 第二层树冠组织上的侧枝都长好了 修剪后需要水肥 供应新枝条生长 下面我们说第二大重点 关好土水肥 每年许好四次肥 年许七号二年树冠织 四次主要的肥料 跟第一年是有差异的 差异点主要是在 第一个是要醋花 二一个是要保果 和果实成熟 对于肥料的需求 第二年全年是农家有机肥 每亩五百至六百千克 化肥总量为一百一十四点六千克 分别为尿素二十八点六千克 过磷酸钙六十八点七千克 硫酸钾十七点二千克 分为生长脊椎肥和究竟柴果后施肥 追适三次化肥 每次的用量同样为 尿素三点八千克 过磷酸钙十三点七千克 硫酸钾三点四千克 五月上中旬 年许七号新枝条生长量大 花蕾也正在形成 追适第一次撞之 蕴蕾的肥料 尿素七号的根系的话 比较肉质 也就是我们说 通常说是脸皮度比较厚 施肥 追肥的过程中的话 一定要尽可能离 主根要远一点 在一零的时候要把握在三十公分 二零的时候要在四十公分 等到三零以上的话 基本上在五十公分左右 距离离主根太近以后烧根 清凯说 到六月中旬 宁起七号果实陆续成熟 进入胜果期 需要追适第二次肥 促进开花 做果 和果实成熟 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 追适第三次肥 充足的营养保证果实的品质 第二年以后 每年四到六月份 浇水两到三次 七至九月 因为产果量大 浇水四次 满足果实膨大 对水分的需要 秋季采果后 依次释入全年需要的农家有机肥 含药食尿素 17.2千克 果磷酸钙 27.5千克 硫酸钾 6.9千克 秋施鸡肥 可以起到改良土壤 让根系早日吸收 和储存养分 入冬前 浇一次风冻水 饱伤月冬 第三年 每亩地 食用化肥总量为 147.4千克 分别为 尿素 43.4千克 果磷酸钙 82.5千克 硫酸钾 21.5千克 施肥规律和第二年一样 秋季是农家有机肥 每亩用量增加到 600至700千克 第四年 每亩地 食化肥总量为 183.7千克 分别为尿素 47.8千克 果磷酸钙 110千克 硫酸钾 25.8千克 食肥规律和第三年一样 秋季食有机肥 每亩700至800千克 尽肯告诉我们 第三大重点是 第三年 丰满第二层 培养第三层树冠 春季萌芽前 整形修剪 第一层楼上 所有的三级测枝 结果枝 都在12至15厘米处短节 过密的结果枝 输出 第二层树冠上的 一级测枝 结果枝 全部短节 4月底 5月初 两层树冠上的枝条 都长出来了 对第二层树冠的 测枝进行短节 7月份 在第二层树冠的中间 选留一个直立向上 生长的土长枝 作为中心干 在第40至60厘米高处 减顶 培养第三层楼树冠 8月份 第三层楼树冠上 长出了多个枝条 选留4到6个枝条 作为主枝 多余的 密集的枝条输出 一个主枝上 保留三条左右的结果枝 就可以了 到了秋天 第三层楼树冠 基本成型 但是还不够丰满 勤肯的第四大重点 第四年 要丰满第三层楼树冠 第四年春季 第二层树冠上的侧枝 结果枝 短节 第一层楼的结果枝 下垂枝 全部短节 第三层楼树冠的主枝 在12至15厘米远处短节 结果枝短节 成为一级侧枝 5月下旬到6月初 第三层树冠 生长出侧枝 结果枝 整个三层楼树形 就培育好了 进入封产期了 因为宁起7号生长量大 虫害的机会就增多了 因此 勤肯告诉我们 第二至四年 要抓住的 第五大重点 是防治 病虫害的威胁 第二至四年 增产配育器 要注意防止 婴蛮和牙虫 每年5至7月 是它们危害的高峰期 当我们发现 平均每叶芽量 三到五头时 进行化学防治 用10%比冲林 可施性粉剂 1500倍液 或者其他药剂 按照说明 藤雾防治就可以了 婴满防治法 与定制当年一样 科学合理 安全的防治病虫害 为宁起7号的增产 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六大重点 要及时采果 实现增产 因为采果 也是一个大工程 企农们 顶着烈日 非常辛苦 请看街上说 从第二年往后 宁起7号 从盲种后开采 一直持续到双将前 采果三个多月 六月中旬 至七月上旬 为出果期 七月中旬 至八月下旬 为圣果期 九月上旬 至双栋前 为莫采期 第二年 干果母产量 六十至六十六千克 第三年 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十千克 第四年 母产达到二百八十至三百千克 实现了逐年增产 第五年 宁起7号迎来封产期 请看总结说 成岩树管理要点 与增产期相同 施肥量 适当增加即可 休眠期修剪时 从顶层开始 结果支 一级侧支 全部短节 第二层上 二级侧支 结果支 全部短节 第一层树关上 三级侧支 结果支 全部在 十至十五厘米处 进行短节 并残支 过密的结果支 全部输除 成岩树下季 主要剪出顶部涂长支 控制高度 确保树形的稳固 及时输除过密支 让全树的结果支条 分布均匀 保持树体上 支不搭支 支不挨支 通风又透光 按照育种专家 勤肯说的要点 栽培宁启七号 风产源 一般都可以达到 母产 五百千克左右的产量呢 宁启七号 生长快 靠腻性强 果粒大 适合在不同的区域种植 目前宁启七号 在宁夏 青海 甘肃 新疆 内蒙古等 不同的生态区域种植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衷心的希望 能够有越来越多的 更好的优良枸杞新品种 被培育出来 好了朋友们 明启七号 再给技术 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了解 栏目的更多内容 或信息 请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进行查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